行政院長這個是總統任命啦 我覺得唯有陳建仁 聖光一出 應該大家都會服從 但是2024的總統人選 我個人的看法 還是認為賴清德是最適任的 這時候蘇院長下台 可以展現風骨 可以說 我是功成身退 還要硬拗在位置上 那麼如果是被社會逼走的話 那真的是夠難看的啦 那你覺得接下來 誰比較適合來接任黨主席的角色 以及行政院長 你認為說誰也比較適合來擔任 行政院長這個是總統任命啦 不過我一直認為說 從這麼多年來 我一直認為 陳前副總統 陳建仁副總統 他是最有這個高度跟聲望 陳建仁有聖光嘛 我覺得唯有陳建仁 聖光一出 那應該大家都會服從 所以在我看 短時間內是陳建仁最適合 但是2024的總統人選 我個人的看法 還是認為賴清德是最適任的 當然如果賴清德直接接任 我們民進黨主席 我覺得這個是最好啦 因為你怎麼看說 因為你過去有科學家 理科先生的媒體 那柯文哲即將卸任 接下來是蔣萬安 那你已經做好準備了 要當蔣學家了 因為我光是看昨天大家 都賣給蔣萬安市長的時候 我看他一陣慈窮 好像對市政狀況 還不是很了解 我就覺得 是我當講師的時候 那現在問題是 我們新任的市長 他連掰都掰不出個東西 我覺得真的我要好好的來當講師 那當講師會比科學家容易多